2011年全国军方指标赛 第世界军方指标赛选拔赛 单向决赛第二场 现在开始排排员出场 这个状态 我就记得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夺女环境派的时候 每一朵小花都是 你感觉她一上场她一下场 我就感觉 你就肯定知道 军军是我们的 嗯 今天的五个项目 男子是三项 跳马双杠和单杠 那么女子是两项 自由操和平衡目 现在看到的就是 在这次以表演嘉宾身份 来参加中国的全国军标赛的男子 就是加拿大男子体操队 嗯 昨天也是一只奥西线 在我们的赛场上 作为表演嘉宾 也是赢得了真正的掌声 小花儿们已经出长了 哦 那看一下这个贴吧里的铁 当然是在早上8点13分 就已经开铁了 冰雪缠军哦 斗主说今天机段开始比赛了 6点钟哦 刚刚我们也是说到 高低杠会让人也觉得 呃 单杠会看起来比较惊险 平衡会也惊险 但是昨天发生意外的 还是在高低杠上面 安徽选手庄景林呢 在高低杠比赛中落杠受伤了 还是我们在这里祝福他早日的康复 好 首先 观众朋友们 请全体起立 而是这种逝去的独猫 莫爱 因为今天是5月12号 大家也是在比赛前进行默哀 为了在512大地震中逝去的同胞们送去祝福 我们能听到四川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同时也送去我们这边 以及网友朋友们的祝福 罗妮娜 浙江的选手 邓玲玲 安徽度选手 在昨天的高地棒中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洛杠 蓝思星 上海的小姑娘 张燕林子 来自湖北 超级可爱的邓思琪在本届的国竞赛队 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 随路 随路 上海 李珊珊 来自河北的选手 黄慧丹 来自浙江 黄西 来自广州 广西的选手 现在是男子这边跳马 杨阳 来自河南 熟悉的吕博 代表江苏 张仲博 来自上海 广东 广东的选手 曹玉龙 冯哲 来自四川 冯哲 来自四川 他在第一天的比赛中呢 由于他的护掌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 导致他也是受伤 我好像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妨碍哈 今天开始的决赛是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今晚我们山山体育馆高峰山座 和弘敌一声闺 国家主义总局副局长段士杰先生 临时长在主席来就坐 我们欢迎段士长上来 在此呢 我们愿意对这位领导 加盟全体观众服务的多礼 我们表现这些热烈的欢迎 和中心的感谢 第一顿开箱是在线连的开始 平衡后 首先上场是测试店的楼妮娜 好 楼妮娜先来平衡目 单向决赛选手是没有热身时间的 上了器械就要开始比 交换腿结环 平衡目项目上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管是跳步还是技巧 姿态 小小直 前驱 小翻 后手翻 下摆成縱目器做 CCD 挺身侧空翻 前团 后续两周下 动作完成的不错 那么刚才给大家说过呢 在目上尤其是参加国际比赛 身体姿态一定要注意 曲体就是曲体 不能做得像团伸 特别是现在前驱 这个高男动作有 越来越多的女选手 能够练出来以后 那么还有就是交换腿结环 这是一直是中国的 跳步的很招牌的一个动作 那么一定要做到位 否则的话我们给大家议讨过 如果你不能按照规定的标准去做到的话 第一扣分 第二可能会被降组 好来看跳马 黄熙 黄熙代表队 好像我也记得 昨天有看贴吧的朋友们说 现在区也不像区 团也不像团 夹在中间的很多 这个你就会给裁判 扣分或者降组的机会 那么可判可不判的情况下 那么很可能他们就会偏一点 偏一点 对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别人 就是挑不出你的问题来 嗯 没错 在跳马的单向决赛 在跳马的单向决赛 就看着选手明显的高度要比全能的 还有包括这个赛高了 他跳的是一个7.0难度的动作 嗯 再看第二跳 一直给大家介绍 如果两跳都能跳7.0的话 那么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参加国际的大比赛 就是跳马的单向决赛 就已经上升到这个 嗯 对 起码你的难度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了 但是质量还来看 楼莉娜的得分14.850分 现在来跳第二个动作 你今天能做一部分的 最后的 嗯 这个动作完成质量要比他的 刚才看到的那一跳呢要好 但是呢 这一跳也确实比前一跳要容易一点 他这是个6.6的难度 哦 直体的有尔勤科 转体900 等于他一个7.0 一个6.6 下面来看一下女子的平衡目 邓玲玲 这次因为有伤 所以也是多多少少影响了 几场比赛的一些状态 那么他也是08年奥运会之后呢 一直是到现在 基本上每年的比赛 他都会参加 那么我们知道08年奥运会之后 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老将 就受到伤病的困扰 他是前团 老将都消失了好一阵 嗯 他这两年还一直活跃在国际赛场 小翻 小翻 后直360 站得很好 后手翻下摆成做木做 后直360 现在我们看到女孩 这女子 中国女的女队 已经把他练的 练的人挺多的了 他这是一个转体接转体 为了能得到0.1的加分 挺身前空翻 这个得调整了一下 后团 嗯 羊跳 侧团 脚下都很干净 这样看就是他的平衡木比的还不错 哎 还好 好 怎么晃最好 就怎么晃都比掉下来强 嗯 小翻 小翻 后续两种下 所以说平衡木这个动作项目就是说 你当然稳是最好的 但如果实在要是不稳要晃的话 那就尽量哪怕你扒着木上 有的选手啊 就是 对 已经弯腰 然后两个手都扶着木了 但不掉下来 这样你就扣不到的那1.0 能正点试点 所以以前我跟大家开玩笑说 就是 不管好就是这个黑猫白猫 不掉下来就是好猫 嗯 哪怕你四肢八叉八在上面 但你只要不掉下来 对 15.375 黄西的刚才的跳马成绩 羊羊跳马 哎呀 哦 这个动作也是就是之前选手完成过的 7.0的洛佩兹 但是他的这个基本上可以算是失败了 嗯 那是想把这个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他就能不掉下来 他的这些人 那是他这些人 在这些人 都有了 那是他这些人 那是他那一种 他就能够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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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最高的难度是7.2 女子最高是7.1 在单向决赛当中 男选手如果是两个7.0的难度的话 基本就是 然后再加上比较好的 比如说8.5分 再高一点的这个完成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世界前三了 女子跳马如果想进世界前三的话 你的跳马难度 最低不能低于6.3 最好是两个6.5 实在不行就一个6.3一个6.5 那从昨天女子跳马的水平上来看 中国普遍偏低了 现在因为承飞是因为他 承飞原来能跳两个6.5的 现在是李仪廷吧 是一个6.1一个6.3 邓玲玲 好下面再来看他的洋洋的第二跳 第一跳14.450 把他那7分难度刨掉 完成分只有7.45 在男的动作没有完成 也是白搭呀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 哇 又是手扶在了地上 感觉不好 这次跳马他 他刚开始上之前 那种感觉那种状态 就不是特别自信了 那个惊奇神都不对 好 谈思心的平衡目 好 谈思心的平衡目 好 谈思心的平衡目 这一串的难度加起来都不够 它掉下器械的这1.0 等于这一块东西白做了 CC的混合连接 谭思欣也是拿到了个人拳动录冠军 并且也是带领上海队拿到了团体的冠军 上海队的主力 后面的比得很好 没有太受影响 站住 如果不是刚才掉下器械呢 这套动作还是很不错的 它一上来就是个BBE的连接 这圈连接是加分是加0.2 再把它的那个一组的0.5 算入最高难度 就这样加起来都不抵不上 它掉下器械扣掉那一分 所以说再高的难度没有完成了 连接输给什么 看一下 羊羊14.362 自己也是很不满意 好 看吕伯的跳马 7.0 这个动作是前手翻 直起前弓翻 转体900 嗯 这个期待灵做得不错 大赛经验比较丰富的话 这心态就很稳 你看它落地质量也相当好 第一条基本上已经是成功了 嗯 要看第二条 看谭思琴的小人有邓灵灵 在等着成绩出来 14.00分 它难度分要比前面的选手低一点 这是哭了是吗 小宝贝 好像是 好像是 哦 好像是 因为这次前面的比赛比得很好嘛 嗯 到了单向的时候出现这么重大的失误 所以 有 就是 但凡有新气的运动员 新气高的运动员吧 都受不了 吕伯第一跳15.50 等于它这个动作的完成分给到了8.5 就是个不错的 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你两跳7.0 完成分在8.5 再高的话 基本上世界前几名了 但是要两跳 都达到7.0 对 再看 看第二跳的难度 哎 这个动作不好 你看它那个 不惊夸呀 对 也不是 它这个 它首先它这个难度是6.6的难度 嗯 然后看看它 从回放具体看一下吧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并没有很难 这是个 我们看一下 啊 落地没转过来 不是 它这个高度不太够 嗯 它已经 落地以后不能完全站住了 就重心很 已经只能 就是只能蹲着才能维持 好的张艳林子 张艳林子平衡幕 嗯 哎 这位哦 Snow Hunter 她说 贴吧姐姐 等会儿张艳林子上场 是帮我表扬一下她哦 嗯 我先给你送去祝福吧 她得要跳好了 我们才能表扬她 对不对 嗯 她做的是后团360 现在我们看到 选 选手已经在平衡幕上面 有大空翻了 这应该说是 今年我们看到训练很有成果 非常好 嗯 前手 她是前团180 在去年的比赛当中 你还看不到 有这么多女选手 在幕上能够完成 这样的空翻的 嗯 今年的整个训练之后 嗯 今年女子真的是 是提高的蛮快的 你能看得出来 成果显著啊 对 在自由操控的连接上啊 平衡幕上的空翻上 都不错 嗯 好 可以表扬她了 对 这个可以表扬一下了 她的两个空翻 两个都是F组 一个是团360 一个是这个前空翻 团身的180 姿态也很好 吕博第二跳15.30 15.40 目前排在第一 张仲博跳马 哇 是跪在了电子上 德拉伍列斯库 7.0的难度 前手翻团身 前空翻 两周 转体180 这个动作如果不转的180呢 就是6.6的难度 我们看啊 前手翻团身前空翻 一周 两周 转180 回来 诶 这个地方 向前卖了一波 这像有大的深蹲 就跟刚吕博落地 那个感觉都差不多 嗯 吕博两个动作 他的那个 一个是6.6 一个7.0 他第一个先是 做的是一个 侧手翻 他后面做的这个动作 后面做的那个 是一个前手翻 嗯 他动作的顺序 好像跟他出面 出场 抱的那个是 正好反过来的 张燕林子 15.175分 难度分达到了6.9 目前排名第一 他是现在比到现在 难度分最高的 嗯 这边小宝贝还在哭呢 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好 只排名第4 14分 谭思信 不过刚刚我也看到 好贴吧的朋友说 这个 他的心理素质挺好的 掉下杠了 后面还能 比较不错的 完成动作 他后面真的 没有什么问题 特有意思 刚才我在贴吧上 看到一位网友回答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姿势抠得不严 在可判可不判的情况下 就要看国籍了 他的这个 这个粉丝的名字叫 想个纵名 真难啊 哦 他呀 嗯 那真实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 看 看你跟裁判 到底是不是一国呢 就是说 所以说 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把自己做好 嗯 因为裁判打分 他确实有一个 手高手低的问题 我们不能 寄希望于裁判 今天你手抬高一点 让我过去 就高抬贵手 你要把自己做到 你不能挑剔的话 那再判 就这个 大家都是明眼人吗 嗯 就是 嗯 群众的眼睛是血量敌 接着来看男子跳嘛 嗯 这个动作不错 7.0的 多佩兹 他是 这个动作 完成的 站的也还挺好 还挺不错的 这就是侧手翻上嘛 曾思琪的平衡目 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陈寅相当欣赏 在这一届 比赛中呢 涌现的这个小将 非常可爱 前团 他这是一个D 后面是一个C 小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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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直体 好 这一串不错 好 好 好 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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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 对 对 好的 下纲 不错 孙思琪这套动作 这次真的 他你要说这种大赛经验吧 他可能要比好多我们比较熟悉的选手要少 但是你看他特别就是 他属于比赛型的选手你感觉得到 是 而且他一上场 他一点都不缺场 对 其实我刚刚想说 他给我的感觉有一点点像霍尔金那 就是冷冷地在场上 然后也很稳那种感觉 他一点都不缺场 就属于那种外表很柔弱 内心很强大的一种人 对 对 而且你看表现得也很稳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亮点了 思琪小朋友来看一下张仲模的 跳马是16.062分 目前排名第一 镜头也是不断地切给逢折啊 这个男子跳马这一块怎么今天 现在怎么说呢 确实好像是个问题 现在男子跳马就一直上不来 现在 对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这两年吧 世界锦标赛当中 跳马单向决赛都没有中国运动员 因为你要进到市锦赛的跳马决赛 你看他没有转过来 对 你要想知道 进到市锦赛的单向决赛 你必须要保证两个 哪怕你没有两个7.0 也要保证说是不能离7.0差太多的难度 现在都没有 你看全国锦标赛都看到 没有这样的选手能够做这么高水平的动作 要不就是只有一个7.0 我可以做得不错 那么要两个都难 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练出来 所以 很纠结 这是一个问题 但这次看全国锦标赛 女子项目进步的 还真是挺快的 肯斯奇 果然是第一 15.375 你看他难度分并不高 6.4他完全分高 所以他现在能排第一 能超过刚才有6.9成号的选手 哎呦 这边的宝贝还在哭呢 曹玉龙 第一跳 广东的选手 广西的选手 我现在觉得男子这边站住了 都觉得还不错 就已经标准都已经感觉降低了 但前提你要看他难度多少 这是个6.4的难度 嗯 差的还有点距离 他这是一个箭子 箭子 180 直体前空翻 转体 540 这个动作如果比他再多转360度 我觉得他基础上再多转360度 就是7.2的李小鹏跳了 我觉得他应该再练练才能再转 因为这都已经转的不是特别的顺畅 好 平衡步 碎路 前驱 嗯 后手翻下 摆成纵目 起坐 这个动作是B组 如果经驱直体的话就是C组 前团180F组 刚才E组跳步 挺身前空翻 小翻 后驱 好 也是DBC 拉巴提也可以 好的 比较稳 其实 其实碎路的支持者也是非常的多 好 后驱两周下 这次的平衡目项目的全国锦标赛的 整体的实力应该说基本上也相当于国际级的了 因为平衡目中国的实力就比较强 难度啊 还有这个完成质量啊 都是世界顶级的整体的水平 所以选手如果发挥好了 你就看全国锦标赛吧 就这个项目基本上也相当于就是世界大赛了 看我们现在的上场是四川队里的风折 曹玉龙第二跳十五点二十四点七五 目前排在第四 看风折 好 这个动作算不错了 七点零 这个完成质量应该说 嗯 相当好 在这次的比赛中 现在 这些在国家队里现役的 同时也是大赛机也很丰富的选手呢 跳一个七点零 应该说是都具备这个能力 现在就是要看谁能把第二个七点零练出来 这样才可能去进单向的决赛 因为如果说你要在团体的世界锦标赛当中 一个队伍的男子选手如果都能 每个人能做一个七点零 那么这个他才能保证我要拿到男团的冠军 碎路十五点五五零分 目前排在第一 碎路是用一个在这次比赛当中 这次比赛当中中等的难度 六点五的难度 但是九分以上的完成分 现在超过了刚才的曾思琪 这边镜头也马上转到了思琪 看一下她的表情 脚上掉了一块皮说 思琪小小年纪非常有范儿 一举一动都很有味道 完成质量非常好 赞一个思琪前途无量 zyjlana也说 是啊 天朝太需要有范儿的女子运 体操运动员了 来看一下冯哲的第二条 第一条15.975 8.975将近9分的完成分 裁判对刚才那一条是相当的认可 看第二条 他第一条选择是第四组 看第二条选择的是 还不错 第三组 用的是前手翻类的 前手翻 直体前空翻 转体900度 7.0的难度 目前看来他应该是这个跳满单向最有希望的 嗯 你看他现在 他是这次比到现在 好像单向决赛 第一个跳两个7.0的 而且他第一跳完成分当将近9分 第二跳完成分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已经看到他这个难度有两个7.0了 对的 已经是提升了一个档 所以说冯哲在加把油 这个争取拿到一个跳马的 在实景赛当中拿下 把跳马的牌子拿下来 拿一块牌 河北的李山山 前驱 接一个后手翻 下摆成 做木齐作 这个连接 现在女子平衡木 我们这次看的全景赛 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连接 嗯 见子的后肢体 前团 还好 控制住了 刚才的CC的混合连接 这个今年看到比较多的前驱阶 这后面那个B组 他就是为了现在是 拿到0.1的技巧 直接连接的加分 这种连接在上 就去年 女子咱们中国队还不是那么多件 今年就开始 已经把这个 对 基本上把这个功课下来了 这样我们在难度上 又能往上提 嗯 但前提是 你前面这个区体前控制 要被承认 不能做成给人感觉是 想前团 或者可以被裁判挑剔为前团 用的是后团两周下 后团两周下 在平衡木里是个地组 所以呢 他也满足了下法的组别要求 逢折 15.875 目前排名第二 我看第二条的得分 应该是8.775 的完成 再往下看 看小咪登场 走开 冯哲刚才第二跳的这个完成质量有点影响 所以排第二 哎呀 这个 嗯 走开也是 6.6的难度 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这种再往也进行到两个动作 一两次的平均能来作为一个选择的一个动作 你看腾宇就说男子跳马 李小鹏大哥走了 基本上就没怎么看过了 国内的男子的跳马 真的是要赶紧的把这个质量 难度都给追上来 不然的话粉丝损失太多 李珊珊排名第五 得分14.525分 然后安慕秋雨也是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邹凯的第二条 第一条得分是4.700分 还是一般 第二条难度是6.8 我记得当时在 北京奥运会 邹凯是拿了三块金牌 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 四川因为正好08年 正好四川512地震 然后那个时候 就觉得特别给四川提气 给四川人民提气 四川雄起 对 因为他是拿的 就是那些奥运会底下项目 拿了最多的一位选手 他拿了三块金牌 非常棒的 一个小伙子 黄慧丹 好 阿拉伯团生前空翻 女子平衡目 现在中国女队的实力 越来越强了 看 哎呦 他的交换腿接环 做得很漂亮 这次 全国体操锦标赛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真的是女子项目 进步好快啊 平衡目你看 去年还没有说 这么多选手 能做F组以上的空翻 今年好像 特别是像进入单项决赛 80%的选手 每个人 都起码有一个F组的空翻 所以真的是 我特别期待 今年的市井赛 中国的女队的表现 周凯 14.987 排名第五 对 这么看来 其实也是我们 就是在之前几场上 也是看到男子 好像没有太多 惊喜的地方 但是女子 让我们相当多的 眼前一亮 江苏 杜文飞 跳马 哎呀 陈寅看的都有些 6.6 恨铁不称钢了呢 也不能那么说 但是怎么办 我挺着急 真是好着急啊 明年就要比奥运会了 也就是过去了将近 就李小鹏那 完了就是退下来以后 从08年到现在 这一个奥运周期 嗯 还是到现在 没有出一个 可以能够进单项决赛的 嗯 或者说是能够进前 进世界前三的选手 真的很着急 连个苗子都没有发现哈 有是有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这次比完全攻击标赛 大概是排第一第二名的选手 嗯 但是 我们的希望都是想拿牌子嘛 对 因为其他项目都会有中国选手 但这个项目首先进不了 单项决赛 13.450分 排名第八 黄卉蛋 这个安慕秋雨刚刚说到 他说虽露要是能在国外 拿出这样一套 果断经营 只可惜啊 国内女王就是国内女王 全景赛都是 浮云 你看随路第一 15.550分 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包括其他的一些 像不像羽毛球里面也是有 啊 蝙蝠球里面有 外战女王 内战女王 起码每个人在打比赛的时候 对这个心态也不太一样 刚才我看到 有一位粉丝叫 安慕秋雨说 他说刚才呢 他指出我一个是后团 他指出 说刚才做的是一个后值360 但是我解说的时候 是一个后团360 当时那个动作 我确实有点拿不准 因为那个动作 如果是要算后值360的话 他身体必须要值 像他刚才 虚析虚成那样的话 很容易给裁判判你为后团360 后团 对 所以我想 我相信运动员是要做后值360的 但没做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又想虚又想值的 对 这个情况很容易 因为一般你要特别是国外的裁判给你判 特别是跟我们的对手国的裁判来判 他肯定是就低不就高 你又想团又想值的话 他肯定不可能给你判值 他尽可能地给你判团 没错 所以一定要做好了 晃得好厉害 现在女子的平衡目应该已经比完了 欢迎订阅 现在 您应该顾问 坐在我们的温山区域团 观看 超高大最精致的 最最努力的 担向的 最会是担向的 将决于 和气候的观点 我们温山区域团站立 30公 从建立面积 2万7千680一包 几万顺度的面积 2万8千一包 建设包裹是 三十八千一 立刻一个 四十成熙生日的比赛大师 和一个 二十八十一日训练馆 可容纳观众 六千人 观看 我们的体育中心科技馆 真并说是 体育与竞技的乐 全力建设的家喻 休闲 娱乐 风云 现在 赌文贵 我看多文贵的第一条 是14点05分 看一下第二条 多文贵是近视眼吗 总是瞇着眼 体操项目 体操项目有戴着眼镜去比单杠的 真的 对 后来就拿着单杠的世界冠军 就是德国的 汉姆琛 他当年就是戴着眼镜上单杠 天哪 眼镜王子 这个落地 规范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用的是前手翻 直体前空翻 全体540 这个动作叫楼云 难度是6.2 好 现在两项单项拳赛就已经比完了 多文贵是14.175分 排在第八位 一会儿要进行的就是两个单项的颁奖 我们这个昨天是跟大家说了是每一项比完之后呢 都会立即的颁奖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项 玩起手机来了 相当悠闲 玩起手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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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